王大夫是万能的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 比如说许老您看 他们家这个孩子 我们通常理解感冒 大部分情况都是着凉了嘛 那你看我们给他吃点水果呀 多穿点衣服保暖啊 应该就会好一点 那他这种情况 怎么反而更严重了呢 这个感冒啊 着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比如说 感受了风热之险 感受了毅力之险 实际就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 传染的 比如说像我们 今年的冬春季节 流行的流感 大家都记忆犹新 当时啊 很多的孩子得了病 对 发高烧 甚至由于高烧啊 引起了肺炎 引起其他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流感 为什么这么总控制不住啊 这主要是由于病毒的种类非常多 另外一个即便每一种病毒 它也会产生变异 是 那么除了流感之外呢 还有四十的感冒 这个呢 就是与四季 春夏秋冬 气候的异常 有关系 那比如说冬春季节 我们常见的感冒呢 那就是风寒感冒 或者是风热感冒 它在临床症状上也不一样 风热感冒 它一般来说呢 发烧比较高 哦 那么它的流鼻涕呢 流的是丑鼻涕 那风寒感冒呢 就相反了 它往往初期啊 怕冷的现象特别多 喜欢往妈妈怀里钻 啊 暖的 另外一个 它流轻鼻涕啊 是七水样的 辛苦了 一下三五水 还是七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